虽然一年一度的终究晚会已落下帷幕,但是今年各家的晚会也太拼了,不仅央视补拍了人世间全家福,北京卫视父母爱情合体,还有湖南卫视,广东卫视,江苏卫视,河南卫视等将西曲晚会,露营音乐会等形式融入其中,这些都让屏幕前的观众耳目一新。 按照惯例,有节目自然就会有收视率的比拼,从平台专业收视成绩来看,央视秋晚以4.69%的实时直播关注度,24.89%的市占率再次拿下收视冠军,继续以一记绝尘的姿势领跑各大卫视,不仅主持人是央视名嘴,江若出照,山河明月,浩月千秋三个篇章的整体划分,也颇有意境,其中,人世间补拍的全家福,更是圆了观众心中的梦, 让不少观众大呼过瘾,央视秋晚除了参演艺人阵容强大,节目内容形式新颖之外,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本次央视秋晚中的王一博,一身黑色正装,胸前点缀金色山茶花胸针和狮子胸针,成为其整个造型的点睛之笔,使得王一博的气质温柔且端正,低调中又不失贵气, 舞台上的王一博与周冬宇梦幻联动,两个人穿行于松绣编织的美景之中,舞台不仅美乐美奂,古风神韵与现代科技感交织,让观众犹如时光穿越般的时空感受, 这次央视中秋晚会播出后,收视快速破四,王一博,周冬宇,拿下时时最高点,稳稳获得同时段全国收视冠军,央视晚会龙头老大的地位无法撼动,从有关央视秋晚的评论里可以看到,关于王一博的点赞,评论都是第一位,话题,词条也是最多的一位,事实证明,王一博就是收视率保证的江湖传言,并不是空穴来风,王一博是作品质量的保证, 也不是粉丝滤镜,王一博也再一次证明了,新时代顶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,这才是被主流传媒认可的真顶流应有的模样。